跟我們講一下就是東風快又10月底要復工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盧市長都故意的不把話講清楚 這個已經停工那麼久 那這是能力的問題 不管物價工程費怎麼漲 全台灣都漲 不是只有裴中市漲 但是停工的只有我們 那現在要復工 他是第三標復工 第一標第二標 請問盧市長 標了嗎 你的錢找到了嗎 那你也不去拜託大家去幫忙 所以沒有能力 然後都喜歡打這種擦邊球 市政路的開通也是一樣的 辦開工 但是大家知道市政路分一期二期 你開工的是一期啊 二期你也還沒有完全完成徵收啊 所以就算你一期蓋完了 二期你要是沒有做好 還是不能通車啊 東風快速道路你現在復工是第三標啊 你流標了很多次 你第三標現在把它標出去了 可是你的一二標連錢在哪裡 當然不知道根本還沒標出去啊 所以你第三標就算完工 一樣東風快速不能通車的啊 所以我覺得市長都喜歡 講那個有力的方向去講 然後讓大家覺得好像 市政路也要通了 東風快速道路也要通了 事實上沒有嘛 你的進度 四年來已經拖 都是拖到選舉前 我批評你 我告訴你 檢討你的政策 你的施政慢 怠惰 拖拉 停滯 然後你就趕快動一下 事實上動一下 你也讓市民朋友知道嘛 你東風快第三標 標了一二標還沒有動啊 所以東風快還是不能通啊 市政路你第一標 標出去了 你動工 你又騙大家說 好像一副市政路要通了 你第二標 你的土地還沒徵收完成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都不是光明正大 不是誠實的市長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市政如果老是在這種不誠實的 靠包裝 靠置入行銷 靠公關 台中市都不會進步啦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